邻居不听劝阻把电车推上楼 我一招让他乖乖改掉 我隔壁邻居素质太差 还总爱教别人毛病 有时别人家里炒菜 大哥都要去敲门 说不要放辣椒 油烟太呛 但他自己却在楼道抽烟 搞得乌烟瘴气的 大姐也是 我在家里打个电话 他都能找过来 急头白脸的说我打电话声音太大 那尽头好像恨不得 把我手机抢过去摔了 但他自己在家包饺子剁线时 却搞得震天响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家吃的起饺子一样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上次 他对门王大妈在楼道放了个垃圾桶 想把垃圾暂时放桶里 然后一起扔下楼 虽然这个行为并不提倡 但说实话 这比直接把垃圾堆楼道里好多了 这两口子就不干了 直接找上门就跟人潮 两口子一起骂七十多的王大妈 说他随意侵占公贪面积 阻挡消防通道 破坏邻里和谐 各种大帽子就是往上扣 后来王大妈看他俩太激动了 怕他们死自己门口 就把垃圾桶撤了 但没想到垃圾桶刚挪走 这两口子就把电动车推上楼了 自从联系发生电动车自然事件之后 我们小区已经禁止电动车上楼了 电梯里也贴了通知 先不说物业罚款对不对 最起码出发点是为了所有业主的安全 我也奇怪 电梯里有监控 邻居是怎么把电车推上来的呢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每次都打伞做掩护 先进去把电梯监控挡上 然后再把电车骑进去 我实在不能理解 这么费事是为了啥 有一次我回家 路上一直在打游戏 但是很快就悲剧了 我没想到今天邻居把电动车推到楼道 我一脚给踢了上去 肉碰铁 而且是最脆弱的小腿骨 疼得我五官都扭曲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走路玩手机的后果 但这也不能全怪我 明明电车是不能推上楼的 这次是碰了我的腿 万一对门王大妈绊倒了怎么办 或者我们最担心的电车自然了怎么办 这隐患太大了 我必须给他们上一课 敲开门 隔壁大哥舔着个大肚子 差点顶我一根头 怎么了 有话说有屁放 我你妈 这人是真不会好好说话 大哥 这电动车是你家的吗 不是我的 还是你的吗 咱小区电动车 不是不让推上楼吗 而且下边有放电动车的地方啊 你管得着吗你 我就愿意推上来 现在外边这么热 电车放外边 热坏了怎么办 电池最怕热你知道吗 跟人聊天 能不能长点脑子 然后怕就把门关上了 嘿 见过不要脸的 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自己做错 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不行 我必须得想办法搞你一下 其实这事应该让物业来管 但是你们都知道 物业只能管理有素质的人 对于没有素质的 物业向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意的给我个双击 所以这件事要想解决 就必须要让他们长个痕迹性 其实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就是买了一桶红油漆 然后从头到尾就脱了个遍 你就说狠不狠吧 然后我就假装摔倒了 突然在楼道里弄了点动静 听到声音 邻居都跑了出来 隔壁两口子 一看电动车涂满了油漆 气得上来就要揍我 我说你打我可以 但是你先想好打多少钱的 我一句话把她说愣了 然后那大姐就骂我 你他妈眼瞎啊 这么大电动车看不见吗 怎么不摔死你呢 赶紧陪我电动车 我说楼道是不让放电动车的 是你违规停放电动车绊倒了我 还把我刷房子的油漆弄撒了 应该是你陪我才对 记住 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怕 说话一定要硬气 你有理你怕啥 大不了挨两下还能挣点外快 我接着说 不行可把我摔坏了 浑身上下脑袋疼 你赶紧送我去医院 这时候他俩也不牛逼了 他们虽然无赖 但是也不傻 知道电车不能上楼 这时归咎起来 就是他们的责任 去医院光检查 两辆电车都能搭进去 于是赶紧说 真是晦气 算我们认倒没行了吧 我自己修电车 你自己去医院看 这年头像我们这么好心的可不多了 赫赫 我谢谢你的好心 再敢推上来 我给你颇大份 像这样的无赖 跟他沟通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你只能比他更无赖 记住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我是王心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么么么么 么么么么么么哒